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乌克兰的新一轮反击行动打响一周 南部前线的行动又再次受到了限制 目前战斗主要集中在扎波罗热地区 由于大量的坦克陷阱和雷区层层密布 减换了乌克兰军队的推进速度 一名乌克兰官员称 俄罗斯埋设的地雷密度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甚至有一些士兵表示 哪怕在一些俄军士兵的尸体里也发现了炸弹 与此同时 乌克兰官员也正在降低对行动进展的预期 而俄罗斯的官员则声称 乌克兰突破俄罗斯防线的企图已经被挫败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 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没有最后期限 也没有时间表 强调这场战争很困难 并且取决于很多因素 科技巨头马斯克和祖克伯格的八角龙约战 还没有后续发展 但两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性人物 加州州长纽森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开始了新的挑战 德桑蒂斯今天表示 他已经接受了纽森的邀约 称双方同意只用言语来战斗 只要告诉他时间地点 他就会赴约 纽森的发言人则回应称 州长已经在挑选日期 可能会定在11月8日或10日 他还喊话 华德桑蒂斯要么忍住要么闭嘴 据悉福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NBC 已经拿到了提案 双方可能会进行一场90分钟的比赛 人们也可以在电视台上看到现场直播 这两人与2019年分别首次当选州长 并且在2022年成功连任 作为两党的代表性人物 长期针锋相对 因此在明年的总统辩论之前 观众有机会可以率先看到一场州长辩论 联盟调查局今天表示 一名29岁的男子被指控绑架妇女 并将其囚禁在牢房内多次性侵 主席男子名叫内加西祖贝里 他在上个月抵达西雅图 并且谎称自己是卧底警察 并向一名妓女要求了特殊服务 随后就将他用电击枪电晕 一路带回了厄勒冈州的家中 之后再将女子靠上手铐 关在了砖块堆砌而成的牢房里 期间还实施性侵 所幸这一名女子意志强大 靠着赤手空拳打穿了砖墙 逃过街上拦住了过路的司机报警 警方赶到时已经发现 女子指关节多处存在撕裂伤 整个人也是血迹斑斑 凶手组贝里则在随后被抓获 目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 FBI方面表示他们还怀疑 组贝里与另外四个州的性侵案有关 并且建立了一个网站 呼吁所有可能受害者挺身而出 联邦官员今天表示 海军艾塞克斯号航母上 22岁的卫姓男子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该罪名涉及密谋向中国官员发送国防信息 司法部还指控另外一名26岁的赵姓男子收受贿赂 以换取在2021年8月到今年5月期间 多次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敏感的美国军事照片和影片 两人都是海军士兵 但目前算不清楚彼此是否有联系 司法部的文件显示 两人向中国提供的信息里 包括海军演习时的具体人数和训练的详细信息 司法部预计会在晚些时候 记者会上发布更多的信息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